玩具欢乐秀 嗨小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玩具欢乐秀 今天啊月月姐姐可不是月月姐姐 今天我化身为了圣诞老人 背着我们的小礼物来了 那这个里面究竟是什么呢 一大堆呢 那快进入我们的节目 一起来看看吧 不要打开月月姐姐的摸法口袋了 好多好多我们的小零件 这个不应该是我们的车轮吗 这个有没有像我们在夏天的时候 做冰淇淋的那种小模子呢 那其实呢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玩具里面可不是哦 哎还有这种圆形的 哦那其实呢它们都是长得圆溜溜的 然后呢互相之间是可以拼接的 啊我知道了 那这个呢肯定是不一样的积木块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还看到两个车轮 那我们今天就用它来拼一拼小车看看吧 然后呢 天字聪颖的月月姐姐直接拼好像也还是有难度的 所以我就找来了我们的咚咚 我们的说明书 哇哦这里面有好多好多东西啊 看我们的小车 然后这边呢还有我们的鞦签 小动物 还有我们的小车 那今天呢我们就先拼一个小车看看吧 哦那接下来呢我们用它们来拼一拼吧 蓝色呢拼到我们的小车轮后面 然后咚咚月姐姐要做两个小炮出来 中间的部分也拼上一个 后面呢把它们接起来 哇我们的小车马上就要做好咯 后面再来接一个这样的 哇现在我们的激速飞车已经做好了 看月姐姐的速度是不是超级的快呢 呜 长安 呜 那其实呢这里面的颜色啊 我们是可以随机进行搭配的 小朋友们呢也可以搭配成自己喜欢的颜色 那月姐姐发现其实它呢 是可以跟我们的心情再来做调整的 你看我们的这里呢也是可以进行翻转的 这样的话我们的小车上就可以放更多的东西啦 那同样我们的这里呢也是可以进行改造的 月月姐姐想呀 我呢一定要把我的小车改造的特别特别的帅 然后 哇 看这超级超级厉害呢 把它搬起来 嘟嘟嘟 嘟嘟 这上面呢像是一个一个的小炮台 然后呢可以向外发射子弹 它看起来有点像一个机器人呢 嘿 来左边开炮 嘟嘟嘟嘟 右边嘟嘟嘟 那我们今天已经拼成了一个小车 嗯 接下来月姐姐再给她配一个其他的东西和她一起玩吧 哎 我们来看看再拼一个什么呢 我们再来拼一个 嘿 长颈鹿 首先要找到它的四个小腿 一 二 三 四 找四个不一样的 哎 我们要进路密鼓地制作自己的长颈鹿啦 首先我们的四个小腿已经做好了 然后呢 月姐姐给她按了一个小尾巴 嗯 接下来就是我们长颈鹿的脖子啦 长脖子 长脖子 嘟嘟嘟 嘿 是不是 有一个长长的脖子 花脖子的长颈鹿 接下来我们让长颈鹿跟我们做两步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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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是不是超级超级的可爱呢 我们的小长颈鹿正在扭着屁股往前走呢 哎 这个时候我们的超级赛车加大炮过来了 嘿 哼 哇 她一定是看到我们的长颈鹿特别的害怕 所以呢 她在向我们的长颈鹿开炮 哎 哼 啊 我的长颈鹿 你的腿有没有受伤啊 好了好了 你们两个不要打了 那今天呢 月月姐姐一共就用我们的积木 创造出来了两个 你们两个要是打伤的话 因为姐姐就没有可以玩的东西了 那所以呢 嗯 这样吧 那我们的小赛车呢 你可以卸掉你的大炮 那把你的小车变平整 然后带着我们的长颈鹿一起去好玩的地方一起玩吧 叮叮叮叮嘟嘟 哦 哇 哈哈 祝你们两个一起玩的开心哦 好 那么今天呢 圣诞老人月月姐姐给大家带来的非常好玩的礼物呢 就是我们的非常不一样的积木 那它呢都是圆形的 你看我们的这些积木呢 可以无限无限的延展哦 可以拼成各种各样好玩的东西 那月月姐姐很喜欢我今天拼出来的这个长颈鹿 还有我们这个可以变形的飞速的小车哦 那小朋友们 你们呢也可以拿起我们这样的小积木 做一些特别不一样的小东西 那发挥自己的想象 一定会比月月姐姐做出来的这个长颈鹿更加的可爱的哦 好啦 如果小朋友们还想看到更多好玩的玩具的话呢 一定要记得锁定我们的玩具玩乐秀哦 月月姐姐会给小朋友们带来更多好玩的玩具 好啦 下次再见 拜拜